而导致你分泌失调大小变失计 说不定会拉一大堆屎在你头上 对抬的都不好吗 我不管说了个情字 反不着拉屎在我头上吧 你不要笑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了解 你们两个混蛋飞我倒杯茶呢 对嘛 这样才是大哥啊 谢谢大哥哥 你上哪去啊 去倒茶 你们先出去 我有话要跟华安说 哦 坐呀 夫人请坐 华安啊 你立了大功了 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 非常补的 把它喝了吧 华安 谢谢你秋香姐 不客气 趁热喝了吧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 应该考取过公民才对呀 怎么会到我们华府 来当下人呢 夫人 公民以我如福运 在下一别也不稀罕 快点在这里 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 我留在这里坐一辈子都愿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个风流才子 唐伯虎啊 哈哈哈哈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还装啊 骗你高强的武艺 在诗话方面的才华 我早猜都是你了 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 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 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 绝不会恩将仇报的 你就承认的算了吗 别说我不是 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 我也吹不破你 拉不长你 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夫人 我懂我懂 不过你今天不承认 总有天要承认的 明天再说 这么拽 正是 好 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 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夫人 四话当真 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 不错 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与狭义的化身 唐伯虎 夫人 多事 夫人 不错 是翻脸了 对你这种人 我看不得你马上死 夫人 有话慢慢说 何必动刀动枪了呢 你在瞅我是吗 方天豪 你这个复兴人 当年我杀不了你 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 你谢我心头之恨 别怪我太坦白 就凭这几个乱蜂蜀臭脚袋 就想需要唐伯虎的性命 会不会太儿戏了 夫人 我告诉你 你刚才喝的那杯深茶 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 一日 散 命 散 天下第一奇毒 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伞 应该是我们唐家的韩啸半部电才对 废话 我们一日丧命伞 用七种不同的毒虫 再加上了赫顶红 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 无色无味 杀人与无影无踪 我们韩啸半部电是有风雨 穿背 杰梗 加上天山雪莲配置而成 不群的茶梦 也没有防腐器 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味道还更好吃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伞的人 一天之内会武功全世 金脉一流 胡思乱想 而至走火入魔 最后会血管 半无电而死 没有错 而吃了韩啸半部电的朋友 顾名似义 绝不能走半部路 或是面露笑容 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 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那么 在哪里才能买的豆腐 这位人羞于去真好 我这里正好有一粒 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吃你了 普鞋之家这粒最厉害 臭小子 吃起牛皮吃破了 不相信 牛中心都刻一领 你以为我不敢刻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刻 我就刻给你看 刻 刻就刻 刻 你这个臭小子 别想过我 谁怕谁 你别我 我不敢 我这要靠我 我看了 刻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 刻 你干什么 你不糊涂 我只是笨了一点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 你就把解药拿出来 大家交换 你就扯平了吗 你个小王八蛋 想威胁我 夫人 话不来嘛 你的命很值钱呢 把那样的裁房具 锁在那边挡死 夫人 请你手下留情 何必两败俱伤呢 不要说了 学习一个寒小半补垫 会难得倒我吗 大不了不上不走路 啊 我 啊